意外现场来关心台义线嘉义水上路段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对81岁的夫妻开车到路口左转 疑似没有注意到对象执行的B&W车 两车高速撞上 B&W车上的驾驶跟乘客分别受到轻伤 但是这一辆左转的车辆发行驾驶夫妻则是没了生命迹象 蓝色轿车行驶在台义线嘉义水上路段 来到路口左转 但驾驶疑似没注意到对象有台B&W高速行驶而来 两车当场撞上 换个角度看 两车碰撞后蓝色轿车向前喷飞 B&W则反弹波及一旁民宅 撞上停放外头的汽车才停下 我就听到很大一声我就赶快叫救护车这样 马上去要救人因为他撞得比较严重 要拉车门四个门都已经拉不开了 附近住户实在爱莫能助 因为强大撞击力导致蓝色轿车车体严重凹陷 挡风剥离更是整片碎裂 B&W则是车头全毁零件四散 而救护人员货报道场 发现蓝色轿车81岁驾驶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坐在副驾的妻子松一后也宣告不知 两人交会朋友听闻不幸消息深感不舍 表示两人常一起出游 这回夫妻开车却不幸遇上死结 详细赵泽归属又待警风进步理清 接着蔡城屋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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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型 religion 何所忽患认 5510年党的女性 后患者 religious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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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患逅